天下没有一个被冤枉的人和灵魂 理由是 一 上苍是公正的 上苍从未冤枉过一个人 二 道德运行一丝不苟 丝毫不爽 天网恢恢 疏而不失 三 英国讲成好理不差 或服务门为人自招 四 现实是自己意识的投射 五 要知前世应今生受者事 要知后世果眼下做的是 六 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 同平共振 物以类聚 同生相惜 同病相连 七 三界为心 万法为实 八 正负能量之和为灵 得失均衡 有得必有失 有失有失必有得 别禁止我